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今天是周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一的市场表现 那么对于澳洲来说 澳洲股市在上一周累计四天均保持了上涨 在昨天的开盘中 澳洲股市是高开高走 一路上扬 甚至是冲破了5800点高度 创出了过去就是2016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价格 应该说是2015年5月份以来最高价 也就是过去大约是16个月的最高价 而且最后收盘的时候也成功占上了5800点 最后收盘是上涨了0.9% 收于5807点 中国方面也是一样 昨天上证指数创出新高 继续上涨是0.54% 虽然这个新高并不是过去几年 只是过去一个月的新高 但是这样的走势也是非常令人鼓舞 至少说明在新年的第一周里面 上证指数迎来一个开门红 欧洲国家昨天基本上依然是属于 欧洲人我们知道他们是福利社会 放假的心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所以欧洲昨天交易非常清淡 英国 法国 德国上下变化幅度都在0.3%以内 美国三大指数里面 有两个指数出现了下跌 唯有纳斯达克指数 在苹果股市的苹果股价的上涨之下 推动之下是再一次走上新高 其他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原油价格 昨天晚上是下跌了3.85% 而黄金价格则继续上扬 创出连续近10天来的上涨 金价现在是重新杀到了1,185付近 那么今天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要讨论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叫做 钟言逆耳啊 它是利于行 很多朋友呢最近都反映啊 就是说我的节目呢 大家都爱听 有的时候呢我说话可能是比较直接 比较犀利 有的时候呢会发觉 你上午说完的事呢 它下午就出现了 或者说就实现了 比如说在上周的时候 我说到这个比特币的事情 在周二或者周三 哪一天我忘了 早上的时候我说到这个比特币呢 现在呢在国内被炒得很热 但是呢大家千万别去 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个风险太大 大家作为合理投资的话呢 它不属于正常的投资范围 这话刚说完的话呢 下午的时候啊 这个传来消息 上海呢 这个保监会是约见了 比特币 中国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这个负责人 来商讨比特币呢 这个匿名性和它的实时转账的问题 为啥要说这两个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啊 它实际上是可以匿名的 在国际上呢 比如说你从中国的比特币账户 转到美国的比特币账户呢 转过去是立刻到账 虽然中间有一些费用 但是这个费用相比银行的这个电汇费用来说呢 可以说是忽略不尽 那在这么小的费用之间 而且它没有上限 这个是关键 所以说很多人呢 我在上周说到利用了比特币 作为一个转账的工具 但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这个比特币转账工具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呢 因为你要承受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 就是呢 你要准备好比特币一天有可能波动 30% 那举个例子 你本来要给你儿子汇10万美金 结果呢 你刚换好了 比特币当时 这个上周最高价曾经是1100多美金 我们算它1100 你10万美金只能换多少呢 换100个都不到 只能换90个 90个比特币 换好了以后呢 要转到美国去 刚换好 发现了比特币价格突然暴跌 你这90个比特币呢 现在只值7万美金 这个时候你会还是不会 你转过去之后呢 要不要兑现 如果你兑现 立刻就只有7万美金 那如果你不对线的话呢 那等于说是在炒股票 你要持有 可能是几周 甚至于一两个月 那么很多的朋友们 可能看到现在的话呢 肯定会说 那比特币从过去两三年的走势来看 它一直是向上走的 那么它即使是下调了30% 最终还是会回来的 我相信它会回来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自信呢 我当然是非常的钦佩 对此呢 我觉得呢 应该送上一首歌 来自于 来自于这个张学友的祝福 祝朋友 祝你一路幸福 祝你长久的祝福 那所以说为啥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这个比特币的波动性 实在是太大 你如果转个三五万 换句话说的话呢 你也就是 大概是20个 或者30个比特币 那么它即使跌了10% 你的亏损可能还能承受 那很多人可能两三千美金 也承受不了 但你要是是成百上千万的这个量 一天下跌10% 试问谁能够承受得了 你本来是为了把这个资金转出去 结果转出去 你要损失三分之一 就算是十分之一吧 有多少人愿意承受 所以话已经说得这么透了 这也是很多人呢 或者说是真正的这个资金外流呢 大资金没有选择比特币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说完比特币 再来说一下这个 我们前段时间说到的 我个人呢 在过去一两年 说了这个很多的观点 我发现呢 我很多观点其实也并不是 所有人都喜欢都爱好听的 有时候我在网上看评论呢 就有看到匿名网友说到 他说的都是瞎话 什么分析师 不就是唱衰中国 他就是一个叛国 那我看了呢 真是一个苦笑不得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国的经济好 对于不论是生活在中国国内的朋友们来说 还是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们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澳洲 我们知道澳洲是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就是说 从你的房价 到我们的股票 到你银行的资产 因为是以澳元来计算 所有的一切都和中国的经济挂钩 中国经济好 澳洲经济就会好 换句话说 澳洲的房子会上涨 澳洲的股票会上涨 澳元也会上涨 那中国的经济不好 没有那么多人来买石头 没有那么多人来买矿产 这样的话呢 澳元资产就会贬值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并不是在唱衰中国 我不可能唱衰中国 因为我们的全部身家 都是和中国挂钩在一起 你要说我真的有 这个唱衰中国的话 那除非是我要出家当和尚 不问世事 所以说呢 大家的这个 对于不同的观点 这个承受度要有 心里面呢 不能太过偏激 我们知道呢 这个有的时候呢 我明明是说的是实话 但是呢 大家可能听起来呢 中年逆耳 听起来不太好听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 现在比如说 现在这个资本管控的时代 你这个钱都不能自己自由支配 难道我们还要鼓掌欢呼 所以难道这个 你不换外汇 就是不给社会和银行贴麻烦 是吧 那么这一年贬值10% 这个麻烦 谁来给你补上呢 对吧 所以说 有的时候呢 你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 你不要做掩耳盗铃的事情 你一定要是说违心的话 这个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利用空余时间 也再来说一下 这个现在的这个 我们知道个人购汇条例 出来出台以后 可能会对国外的一些 特别是国外的房地产企业 或者房地产行业 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说到这房地产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的呢 就是我本人是一个标准的门外汉 我并不是非常懂得这个如何看地 也不懂得如何看房 因为呢 每个人树叶有专攻 不可能门绵面面俱倒 但是呢 我不懂房地产 并不代表着 我不懂这个之间的供求关系 任何的商品 它的价格都是由买方和卖方的力量所决定 换句话说 买方的多价格就上 卖的人多价格就往下 那么之前很多人都说中国人的购买力非常强大 为什么强大呢 现在以国内的房价来算 你国内随便卖掉一套房 如果你是二三线城市的房 卖掉之后呢 在国外至少可以买一套公寓 那如果你是北上广深 这一类城市 卖掉一套房的话呢 那不用说是公寓了 连套别墅也是绰绰有余 还剩下个几百万 这话呢 虽然是没错 但是它得建立在两个前提的基础之上 什么前提呢 就是第一 你国内的房必须在高价出手 我们知道就算现在可能是跌一点或者不动 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非常难 你还可以卖掉 卖一千万也好 卖八百万也好 你可以把这个钱呢 流成变成现金 但是第二点的问题呢 就是你如何把这个一千万或者八百万人民币 转出来 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别说转出来了 就算你想把这一千万人民币换成 两百万的澳币 一百五十万的美金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更不要论这个谈到你要出国买房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购买力 它的确有钱 我说我在山西还有做矿 这个值一个亿 但是我现在呢 一分钱都汇不过来 或者说你只能汇五万块钱 那你其实那么多钱 其实也无法实用在国外 换句话说 你强大的购买力 并不能够完全的体现出来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这个资金管控之下 很有可能 这个买方和买方的力量 将会发生改变 换句话说 本来我北京卖掉一套房 我手上有一千万人民币 如果我全部换过来的话 我有两百万澳元 我想买什么 想就可以买什么 但是现在呢 资本管控之下 我勉勉强强 可能汇过来了十万二十万 那么虽然呢 我在中国还有一百九十万 但是过不来 那你这么十万二十万 你能买啥 你还敢拍卖的时候 不断的举拍吗 所以说在资本管控之下 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强热度 很有可能会因此而降温 那至于它会降温多久 我们都不知道 那至少呢 现在在钱无法出境的情况之下 境外购房的热潮将会被破一盆冷水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买卖双方供求关系将会发生 这个力量上的转变 那么这将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毫无疑问的是 价格也会发生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未来的六个月是不是是这么回事 那最后呢 各位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晚上这个澳洲时间的 上午11点30分呢 澳洲已经出台了最新销售零售业数据 出台的数据呢 并不是特别尽人意 预计是0.4增长 结果出来只有0.2% 上个月还有0.5%呢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上一次发布是0.5% 但这一次出台的是12月份 圣诞节的零售业 你圣诞节的零售业数据只增长了0.2% 可以说是大大的跌了 让人跌落眼镜 那么这个澳元的走势 我们也看到了 因为这个零售业数据出台 是不是非常乐观 因此导致呢 澳元出现了60个点的大跌 另外呢 中国的通胀数据 也是在中午的12点30分会发布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